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牛讲股,我是大牛 这个系列呢,主要是由我大牛用提案的方式来跟大家讲个股的趋势 然后同时我也会用基本面、新闻或者是corporate exercise等各个角度 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为什么这只股会有这样的动静 当然,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的个别公司 欢迎来到我们扭转前跟telegram免费公开群组 comment你想了解的公司 不想错过的,现在立刻加入我们的群组吧 现在是12月6号的下午3点18分 这个分析呢,我会分为几个部分来跟大家讲解 首先是复盘上一期的股 如果没有跟进的朋友,可以跳到这个时间点 观看下一个部分 到底上个星期讲了些什么股呢? 就是我觉得可以关注的领域就是旅游行业 因为我国政府有计划推广旅游 而当中的旅游股就包括 GenM、更丁Airport、AX跟Capital A 那这几个股票现在的走势如何了呢? 我们就来更新了解一下 第一个GenM 目前呢,GenM是来到关键主力位 上个礼拜已经有讲到 2块7需要突破加回踩才可以继续走高 不然会回调一波 下个值得价位呢 如果他真的迎来回调 下个值得价位可能就要看2块6这个价位 下一个 更定 上个星期就已经提醒大家了 这条下降趋势线呢 会是非常关键的主力位 可以看到股价多次碰到 都是迎来回调的 一次、两次、三次 而且个人呢 是比较喜欢突破加回踩的这个setup 如果你在这里入场的话 你是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破 这里入场的话风险会来得比较高 就算真的突破 因为有些人会比较喜欢突破的时候入场 但是你也不知道他是真突破还是假突破 所以突破加回踩这个setup 虽然有的时候确实会miss掉突破 然后突破 然后直接飞的股票 这个是难免的 因为你确实无法预测 也没有办法猜到 接下来的股价走势会怎么走 可是相对来说 突破加回踩 你的风险会来得比较低 你的胜率也会来得比较高 那么其实 更定目前也是有做着回踩的动作 看到这里吗 其实他这个时候呢 已经做了一次突破 突破了就走高 现在他就进行回踩 那么之前为什么我会讲更定有可能会回踩4块半的这个价位呢 这里就来大概讲讲那个原理 主力位是因为买家入场的同时有一群卖压正在阻止那个股价走高 就比如说这个情况 买家进来但是同时有一群卖压正在不让股价超过4块半的价位 那突破呢 这里突破就是说那一天的买家的力量是大过于卖家的力量 所以股价才会引来突破 至于假突破的情况就另当别论 这个有机会 改次下次才会跟大家讲 如果突破这个4块半的价位就会发生转变 也就是买家力量大过于卖家力量 那买家由于多数都是在这里入场的 所以目前来说买家的力量是大过卖家的 所以就形成了支撑价位 这个就是突破加回踩的简单 很简单的原理而已 当然还有更深的 有机会再跟大家聊聊 那如果如果跟丁在这个时候回踩在这个价位 回踩成功并入场的话 这边有画给大家看 大家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度 来选择入场的价位 或者是止损价位 比方说回踩的时候 在4块半的价位入场 那么你的风险可能 如果你选择在这个价位止损 就是0.82%的风险 2.74或者是4.7%的止损 那当然你要选择作为止损点也可以 你要选择在这些支撑价位入场也可以 分批入场也是可以 试看你们用什么样的策略 选择了那个策略 你们就要去遵守它 执行它就可以了 好那下一个就是Airport Airport上个星期就提醒过要小心Airport的走势 因为是蛮bearish的 现在是来到EMA200 那如果跌破的话 可能我们就会看到6块8的价位 可以看到这个 可以看到这一边 那如果还没有办法 继续守住在这个支撑的区域的话 跌破 有可能我们会看到6块8的价位 下一个就是AX 那上个星期就有讲到呢 AX需要突破2块15线的这个价位 它才有机会继续走高 照目前来看 就跟上个星期讲的一样 现在有可能会来到1块83的价位 然后这个支撑价位呢 刚好又是EMA200 所以如果它真的没有办法守住 在这个价位的话 其实蛮关键的 如果没有办法守住的话 可能就会继续往下回调 那这里就要再多加留意 如果是跌破 没有办法重新站上这个价位的话 那么继续回调的机会会更高 好 那下一个就是Capital A Capital A呢 当时就有提醒到 虽然有尝试回踩在80%的这个价位 可是当时就有跟大家讲 要小心业绩公布的时候 是会下 on news 因为当初这里上涨 这里突破上涨的时候呢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Capital A 会不会像AX一样 公布了业绩就脱离了PN17的status 那目前来说 虽然Capital A是已经公布了 它最新的业绩 可是它还是没有脱离PN17 而且它们必须要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 提交它们的PN17重组计划 所以可以看到目前的股价是连续跌破 88跟84线的支撑价位 那目前来看呢 只要股价重新占上84跟88的价位值上 它才有机会看到更高 目前来讲还是蛮bearish的 所以总的来说 这五个股票呢 当中走势比较好看的是 Gen M跟更定 其他的股呢 走势会比较bearish 所以大家需要多加留意 接下来的环节就到了粉丝分析互动环节 在我们的公开群组 你可以向我们提出你想了解的公司 我看到之后会选择值得讨论的公司 并在这里做出分析 所以不想错过的 记得到我们pin command点击连接 加入我们的免费公开群组 几年前粉丝就有在群组写了很多个公司 我就在里面选择了其中的两家 第一个是unique 第二个是bjfoot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家unique 其实unique是一家在去年上市的IPO公司 专门做灭火器的 看看股价的走势 其实当时他们在这个时候呢 就突破并站上21毛半的这个价位值上 之后也一直成功的守住在这个价位值上 巧的是公司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拜21号的时候公布业绩 那第二次也是发生类似的情况 股价在这个时候突破并站稳在这个支撑区域之上 股价就一直走高 恰巧的是公司也是在11月16号的时候 公布他的业绩报告 其实除了业绩好之外 公司还有透露一个比较关键的信息 那就是他的生产线 可以看到公司业绩 其实连续几个季度都是蛮平稳的 可是当公司公布这个季度的业绩的时候呢 公司的股价就明显 有了动静 开始就上涨 除了盈利方面是迎来双倍的增长之外 QQ增长 还有就是公司有透露他们的两个新的生产线 可以看到这里 预计会在2024年的第一个季度完成 其实第一条生产线呢 在前一个季报 也就是他们的 也就是今年的5月 他们就已经有提到他们的生产线 可以看到这里 他们就 可以看到这里 他们就其实已经有提到他们的生产线了 只不过可能是因为业绩平稳的关系 所以股价当时呢 就没有说有太明显的涨幅 可以看到当时的业绩出炉的时候呢 股价其实也还好 没有说很明显的涨幅 那那么在这里呢 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这边也是一样上涨 最终高 然后这边是有讲到他们的生产线 会在2024年的第一个季度完成 那么最新的季报呢 除了也是讲到他们的盈利翻倍之外 也是有透露到他们的生产线 就在这里 重点在这里 这两个新的生产线呢 将会在2024年的第一个季度投产 并且预计年产量可以提升一个220% 所以股价两次都有不错涨幅 可以看到这里 所以股价呢两次 我个人是认为因为这个生产线的关系 因为有望可以进一步的提升他们的公司业绩 所以股价呢也随之迎来涨幅 那短期来讲呢股价至少要站上在30线的价位之上 这样的走势 短期走高的几率才会更高 一旦跌破这个三毛的价位呢 就要看20%的价位 这个价位非常关键哦 因为之前股价是成功突破前高 也就是这个20% 然后股价是多次回踩在这个价位 然后继续走高的 所以一旦是跌破了这个价位呢 我们就要小心可能会继续走低 那这个就是unique的点评 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BJFood 当初分析BJFood的业绩的时候呢 就预判到公司的业绩 其实已经正在足底 所以在这 就预判到公司的业绩 其实已经正在足底 并且预计下个季度 会有更大的机会迎来上涨 所以如果你们有想要了解更多了 可以看回我们之前的影片 我们都有对这个BJFood做出分析 那也确实如我们分析的一样 公司的业绩呢 已经两个季度QQ增长 虽然业绩在那个时候会慢慢增长 但是没有想到是这个boycott的效应 其实对Starbucks或者是McDonald 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有提到 由于他们本身的业务呢 已经有概括多个国家 所以Malaysia的boycott effect 对他们来讲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forBJFood就不同 他们的收入贡献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个 Starbucks Malaysia 所以boycott对他们的影响不容小觑 虽然业绩增长 但是由于投资者知道这个暂时性的因素呢 会导致下个季度的业绩下滑 业绩下滑的几率更高 所以股价也一直回调 以目前的股价走势来讲的话 目前是已经跌破了63跟61线的价位 而且股价也收于全部的淹灭之下 走势非常的不好看 那如果接下来呢 它跌破了61线的价位 如果没有办法沾上61线的价位的话 有可能我们会看到 56毛半的价位 在继续讲解之前 大牛向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扭转乾坤看多股市俱乐部 现在有座2023年年终优惠 在这里我们会提供独家的基本面 以及技术面分析 让你再也不会错过任何的赚钱机会 以及做做投资决定 有兴趣的你们 可以到以下的pin comment联系牛哥哦 我们的看多股市俱乐部的会员呢 也是有做出投票 当中我就选出 lc titan 跟这个henneken 首先lc titan呢 目前是处于一个下降的趋势 所以它需要做的就是突破加回踩 它才有可能继续走高 那么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如果管了这个中长期 可以说是一个横盘的走势 已经有从那时跌破五月 没有错的话四月 四月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半年了 所以lc titan至少要突破 一块二十八仙的这个价位 它才可以继续走高 不然它一直会在这个区域盘整 那第四个就是henneken Malaysia 可以看到业绩当时一出炉呢 股价就引来大幅回调 而且还连续跌破几个直升价位 我们来看看业绩表现如何 虽然收入是呈现增长的 但是由于成本上升的关系呢 导致他们的盈利暗机下滑 那么henneken的managing director就有提到 2023年仍然是充满挑战的 尤其是这个宏观经济的担忧 导致消费者的心情疲软 所以预计他们未来的销售会更加低 而且他们的prospect也是有提到 这个季度跟前几个季度 有观察到这个市场的调整 预计这个趋势呢 这个market correction会持续下去 所以从中投资者会觉得 他们可能会觉得下个季度的业绩 可能不理想 所以股价才会迎来大幅回调 那么从股价的走势来看呢 目前是处于一个下跌趋势 已经在10月27号公布 然后就当这个业绩公布之后 股价的走势更加严重 更加加剧了这个跌幅 一度是跌破 22.78的价位 跟21.56的价位 所以如果股价是不能重新占上 这个21.56的价位 我们有可能会看到20块半的价位 不过其实有的人看好 也有的人不看好 这个Hennigan Malaysia 不止Hennigan Malaysia 其实Casper也是一样 不看好的原因是因为 就像管理层刚刚有讲到的 消费可能会继续疲软 那好的是新年要到了 加上我国推广这个旅游行业 尤其是从12月1日开始 中国游客可以在马来西亚 最多免签停留30天 所以短期内就有机会推动 这个公司的啤酒销量 再加上目前这个Hennigan Malaysia 的派息率不错 目前是如果是以这个2023年 我们不要看这个 如果我们是以2023年 他们他这个Hennigan Malaysia 总共是派出1块30%的股息 除以现在的股价的话呢 股息率大概是6.5% 但前提是前提是公司 要继续维持这样子的派息率 才有每年6.5% 这个是过去式了 所以过后还要继续关注 Vader Hennigan Malaysia 有没有在维持他们这个派息率 如果有想要部署 Hennigan Malaysia的可以参考这里 当然这个不是买卖建议 主要是技术分析 供大家参考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们呢 记得订阅点赞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支影片 我们下期见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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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